加拿大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就算處於變種病毒Omicron傳播高峰期 本國上個月仍有超過70萬國民出國旅行 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去年12月份 一共有742417個國民 乘飛機由海外入境返國 這個數字幾乎是2020年12月的6倍 也是2019年12月疫情爆發前的超過一半 進入今年 出國旅行繼續保持上升趨勢 根據邊境服務局的數據 只在1月3日至9日這個星期 由機場海關入境的國民 就達到216752人 有旅行社說 自從去年10月以來 預定旅行行程的人數 同一年前的同期相比 上升3至4成 有旅客說人生有限 已經有兩年沒有充滿旅行 儘管有風險 但卻不想再等待下去